所以特别注意 当他是空的 也就是说 你要知道说要 防堵什么 就是当他是空的 所以我们特别说 就是 逻辑判断的话 要去抓到 你要 你要防止的那一些状态 那所以呢 接下来 第2跟第3要怎么做 一样 其实如果说 同样的道理 其实有些程式 结构是一样的 也许你可以拿来复制 比如说我就把刚刚的那个 Textbox 2 跟Textbox 2 3 4嘛 所以理论上是这样 就是 这三个不能是 输入非数字 如果是非数字的话 就要跳零 所以呢 我们要怎么样 做一个逻辑判断 要能够知道说 他到底是不是 非数字 那所以我要怎么知道他是非数字 特别说 刚刚是空的这样 所以呢 我们可以 如果要判断的话 特别注意 你要想想看 在VBA里面有没有一个函数 可以判断资料里面 是不是 数字 是否为数字的话 VBA里面 其实你打VBA 他点下去会列出 VBA里面所有的函数 那其中的话 是不是数字的话 是否 其实他在他有个逻辑 是否有一个意思 一直开头 比如说是否为阵列 你丢过来的东西是否 是否为日期 是否为空的 所以特别说 刚刚那个 is empty 其实 上面那个写法也可以用 是否为空的写 OK 也可以用上面的方法写 两个方法其实都OK 那 is 什么呢 应该是哪个是数字 is numeric 是否为数字 OK 所以 也就是说他帮你判断 是否为数字 你就把里面的东西丢给他 这里面的东西刮斧起来 给他 不过他是文字啦 但因为他会是用帮你转型 那其他有些工具不会 这个会 那当然前提是我们 是要挡一下什么 不是数字嘛 所以他是否为数 如果是的话呢 他就进到这里 所以应该是不是嘛 不是什么叙述 不是 应该是 不是的话有几种 你可以用等于 False 等于False就不是 或者另外一个什么呢 不等于 True 两个方法都可以 OK 应该 知道我的 就是 他不是 跟 不是嘛 对 不 所以我的习惯是 两个方法我比较习惯这个 不是 不 不等于 不等于True啦 就是不是的意思 就是不是数字 因为如果你用等于False的话 他 是不是数字 False False是 也是不是啦 但是他这个叙述感觉就 比较 我被人要再转一下 所以我的习惯 我就用这个 不等于True 这样OK 而且他还会自动带出来 不等于True 这样的话呢 我就可以 如果 那就 做一些处理 什么 把那个里面的东西清空 所以呢 就是第1步啦 我就把里面的资料 因为这个是 他不是数字嘛 所以我就把 里面的资料清空 所以 把它去掉 清空掉 所以 等于空的 然后Magibus 请什么 请务必输入数字 OK 然后优标一样放上去 因为 这个 总共会有三个 也是很冗长 所以我们云端上有放 Is numeric 不等于True OK 然后请输入阿博数字 这个都一样 所以我就直接 拿这个来 Ctrl C 不然的话 其实做法一样啦 主要是 要知道 怎么做 OK 所以2做一次 3做一次 4做一次 OK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 完成 那我们来试一下 如果说我今天 输入 F FF 然后如果 到这边又输入一个 A B 然后这边输入B 这边输入C 大家这样错 OK 新增看看 是不是有 他第一个会先 抓这个 所以优标 把它清空 对不对 放在这边清空的 然后呢 再 这 VB Critical 是这样 XX OK 确定 好有没有 然后就输入 100 OK 然后这边按确定 又 抓到这个 这个 这个又抓到了 所以就没有问题 这样应该就可以 新增进来 没有问题 OK 那可是最后还有一个 如果我今天 输入的是 120分 这样就抓了 所以怎么办呢 最后呢 我需要 抓到 他是 小于0 当他是小于0 而且是大于100 特别追这个逻辑 他一定是这个方向 跟这个方向 两个不会重叠 不会重叠一定用偶 会重叠一定用end 这个逻辑 这个有个什么联极交集的概念 他就是一般比较基本的 你不用想太多 反正不是偶 就是用end 那我要抓到什么 那个中间的区块 所以第三个 判断 判断其实也是这样 拿这个来改好了 OK 这样会比较快一点 如果 那这个什么 他里面的资料 怎么样呢 大于 所以我要抓到是什么 抓到是 错的那个部分 大于100 这个不行 或者是 什么呢 这个 里面的资料怎么样 小于 小于0 所以这边多少 小于0 这两个其中一个发生的话 那也不对 那请输入正确的数字 然后呢并且把它清空 游标再放上去改一下 所以因为时间的关系 这底下我有做了 大于100 小于0 请输入100之间 然后就把这一段 一样 把它贴上去 将来Raw 应该 就OK的 当然也有可能还有第四种第五种 我们来试一下 再执行看看 在移金F GGG 然后 120 300 450 这些都错了 按新增看一下 有没有抓到了 清掉 输入 那只能20 其实只要他有错了 他就会一定要输入 直到怎么样 输入正确的为止 如果还是错 他还是抓到 重新再判断 这样就OK了 所以这个 这样的话呢 我们 就可以 可以做防呆机制 当然我这边举的只有三种 也许有第四种 也许有第五种 反正你就把你想到的 写成一个逻辑 做一个判断 那这样就可以挡下来了 OK 画面再还给各位试一下 所以刚刚主要是 针对那个数字部分 所以判断是否 为数字 我们可以用那个 is numeric 去判断 如果是的话 反还 他会回来告诉我 是 里面是数字 不是的话 就是不等于 true 当然 VBA 里面 对于那个文字 转型部分 他其实还蛮宽的 其实理论上 那个文 里面的文字 理论应该先把它转 转为 那个什么数字之后 再来判断 不过 我发现 他这边好像 如果你给的是文字 他自动会帮你转型 所以你不加转 转行为数字 他一样可以过关 所以我们就把它写 比较简单一点点 请各位可以 是最好是自己可以写写看 如果不行的话 你可以再参考一下那个 云端上面我有放 房贷一 房贷二 房贷三